大家好 我是安俊鵬 今天要教大家一個玩Pokemon GO的小技巧 就是呢 你在註冊完帳號以後呢 你就會進到遊戲裡面 一開始就會有小火龍跟結尼龜還有妙蛙種子 但如果這時候你想抓皮卡丘呢 就不要抓他們 你就要一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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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呢 走了大概五六四以後呢 他們會一直消失出現 消失出現 消失出現 最後呢 就會有一隻皮卡丘出現 你就可以抓他囉 你就可以抓他囉